大家好 我是林子 有很多朋友都做不好水蒸蛋 今天就把最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鸡蛋 今天鸡蛋的量是120克 用筷子给它逊色的搅拌均匀 再另外准备一个碗 往里面加入两克的食盐 然后180克的温水 用勺子给它充分的搅匀化开 然后我们再把搅好的鸡蛋慢慢的倒进来 然后继续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脚子像这样用筷子提起来 没有筷状物就可以 再另外准备一个碗 放上一个肉勺 把搅好的鸡蛋液倒进去过滤一遍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会更加的滑嫩 上面的小气泡撇干净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 没有小气孔 撒上一点胡萝卜碎点缀一下 这样小孩子吃着会更加的营养 再盖上烂高温的保鲜膜 这样可以防止水蒸气滴露 再用牙签扎一些小口 打开锅里面的空气 像这样就可以 锅里面的水提前烧开 下入蛋液大火蒸6分钟 然后关火之后再焖两分钟 时间到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一定要在不烫手的情况下 给它端出来 来看一下我们的水蒸蛋就做好了 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的生抽 或者是蒸鱼水油都可以 再来一点香麻油 给它晃动一下 我们用小刀给它划开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水蒸蛋的效果 里面加了胡萝卜 特别特别的好吃 真的比水豆腐还要嫩 做水蒸蛋给小孩子和老人吃的话 会比较容易吸收 好啦 如果你们家也喜欢吃水蒸蛋的话 一定要用我这个方法 试一试 最简单 最实用的 我用这些水蒸蛋的朋友 不开吃水蒸蛋 味噌